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 皇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得以有幸啊 和后浦中医学堂的徐文斌老师呢 一起来逐字逐字的体会了皇帝内经的精妙 有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说 这真是天大的福分啊 我们能够有机会啊 去 但不是说不仅仅是徐文斌老师在讲 而是说皇帝内经这个东西本身 就如意足以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能够去接触它 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了 没错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 而动作不衰者 以其德权不威也 话说呢 就是一个人呢 啊 这个徐老师 你稍微给我们大家复习一下吧 那上古天真论呢 它基本上分为三段 嗯 第一段呢 就是就着皇帝问齐伯 就是上古之人 为什么能够健康长寿啊 春秋节度百岁 嗯 而动作不衰 啊 齐伯 皇帝老师回答了 从以时音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啊 到美其时 任其福 乐其俗 就是从物质 精神 生理 心理 各个方面 谈到了古代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健康 长寿的生活方式 嗯 最后总结成一句话 叫得权而不威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人的所思 所想 所作所为 符合自然变化规律 也就是符合天道的话 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嗯 在上一次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 特别提到了德权 就是说呢 呃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德啊 合乎天道 嗯 那我们也要讲到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品格很高尚 好像总是代表正义 但是总能让自己难受 也能让别人难受的话呢 通其量也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对 单说道和德 意思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说的道德 偏于人定的那个伦理观 嗯 我们讲的这种道德呢 道是指自然变化规律 德呢 是指你的好的符合天道的行为 啊 所以呢 不要做违反自然的事情 否则呢 你就是有点贝德 啊 也有点缺德 嗯 不要做缺德事 是 所以而且这个不做缺德事啊 他里面呢 还真的有一种 除了超越 呃 我们在社会里面的 比如说你不要 这个在背后说同事坏话呀 嗯 你不要这该涨工资的时候 也不给别人涨啊 就做领导的 除了这些这些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之外 缺德的意思 还包括最好要符合整个大自然 天地地球公转自转的节奏 其实一个健康的人 他是除了自己活得舒服以外 他会让他跟他接触的人同样感到一种舒服 刚才您举这个例子 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嗯 这叫什么 恨 嗯 你说领导不给你涨工资 这叫怨 对 恨和怨和恨 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 一个得权的人 或者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他是什么 内求的人 嗯 他不会借助于外力 所以呢 他对别人的行为 他没有那种仇恨的感觉 他也不期望别人给他什么 所以他也不会怨 所以想伤害你也伤害不到 伤害不到 就是如果你被别人伤害了 也是有足以值得伤害的地方 你有内贼 家里没有内鬼 招不来外贼 啊 你你只有内心有那种自我 自我厌恶 自我仇恨的那种 因子 因子在里面 别人的话 他才会伤到你 我记得有一个 我一般都是研究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的思想文化 但是我被一个外国人的演讲打动了一下 嗯 是外国的一个很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推销员 嗯 他做这种door to door的这种sales 嗯 就直接敲开你家门就卖卖菜刀那种 对 结果他做非常成功 但是底下很多他去演讲 底下人很多问他 说你你怎么就不你怎么能够不被别人羞辱呢 那人这么回答 他说我被人踹出来过 我被人拎着脖子扔出来过 我被人泼过脏水 我被人放出狗咬过 但我从来没被人羞辱过 原因是他不把别人对他做的这件事当成是一种羞辱 你可以在肉体上这么对我 你可以打我骂我把我踢出去赶放狗咬我 但是你没有触动我的内心 讲得太好了 高人 所以有些人说美国人不懂中国文化 这个东西大道相通 您说对了大道是相通的 在这个层次上很多宗教很多哲学 他们最后归宿是一致的 但是我没必要去抱着美国人的东西 就就没完没了 我们中国人自个加油啊 没必要去跟别人较劲 对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开始讲上古天真的 这是他的第二段 对啊 非常重要的一段 他描述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的生理的变化的周期 今天我们就要讲 到底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周期上有什么不一样 人家都说啊 今天这个女同学有生理周期啊 以前总说这个我们的中学的时候啊 发现那些女同学突然有一天上体育课 捂着动手就不跑步了 那个时候我们很生气啊 为什么凭什么他不是可以不跑步是吧 凭什么我们就要跑步呢 现在今天这个皇帝内经呢 就要讲这个道理 男人有周期 女人有周期 到底这个周期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变化的呢 嗯 哎 这句话就来了 帝约 人年老而无子者 财力尽也将天树然也 对 这是皇帝 据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以后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说 人为什么古人活那么长 我们现在半百而衰 嗯 这皇帝 记住他是皇帝 他关心的问题呢 是什么 人到了一定岁数以后 嗯 为什么就生不出孩子了 嗯 这是财力尽了 财和力是两个概念 对 财是物质基础 对 力是能量 对啊 我们经常说天生我财必有用 不见的 不见的吗 不见的 你有物质不见的 你有一罐汽油 你要没点的 他不会变成气的 他不会发出光热 不会爆炸的 是吧 所以财力是两个概念 那就是皇帝问了 是我的财进了 还是我的力进了 嗯 是吧 你有 比如说我们一查这个人啊 金子树木啊 金子成活率都还可以 这叫财 嗯 他这个人阳尾 对吧 这叫有财 没力 还有人呢 性功能挺好 但是一查 金子要么是零 要么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畸形 要么就是百分之九十的死金子 这叫什么 有力 无财 无财 哦 对吧 皇帝一直问呢 说这个到了一定岁数以后 人年老 老的概念就是我们讲的六十 嗯 过六十岁可以称老 六十岁以前不要妄自称徐老 嗯 我因为长下老 我三十岁 他们都叫我徐老 冲起来老实就可以 老实 对 财力尽业 是我的财不够了 用完了 还是我的力用完了 还是说老天爷造人呢 就造到六十岁以后 他就不应该有孩子了 嗯 这是皇帝的问题 就人年老而无职者 财力尽业 天数人也 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 就是自然嘛 你看前一段天 老跟我 齐波老跟他说天道的事啊 皇帝也学习惯了 就问说 是不是老天爷造人 就是这么一套程序 嗯 齐波怎么回答呢 齐波怎么回答呢 我们广告之后和大家聊一聊 继续回来 仍然是皇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 仍然是和后浦中医学堂的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哈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讲男生和女生的周期啊 生美周期来自于上古天真论的第三段 在上面一部分 就是我们提到哈 这个说这个皇帝啊 问他的老师 说一个人年老 就是到六十岁以后呢 没有小孩子 就不能生小孩了 是不是因为自己 哥们不行了呢 还是这个天数然也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时间到点了呢 那齐波就回答了 说女子七岁 胜气胜 此更发掌 啥意思 前面我们还得补充一句 就年老无子 我刚才说了男人 女人也有这个问题 对啊 到一定岁数以后就 无法怀孕 无法生育 对啊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生理功能 也会出现了相应的真相 同样也会无子 也包括在这里面 就是皇帝的问题 一股脑就提给齐波了 齐波呢 就分成两段回答 第一段呢 他讲的是女人的 这种生理变化周期 女人的生理变化周期 它是以每七年 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他第一叫化女子七岁 那他用的是女子七岁 句号 显然呢 就是说用这四个诊来讲 人女人的生理周期 是以七年为单位 以七年为一个周期 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人的观察 但是我给大家要额外强调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 为什么人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 这个中指什么 中间的 哪哪哪个中间 四海之间是不是 哪个四海 不知道 我在现在就特别感触一点 我们身为中国人 整天说自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你问那个字 你说中啥意思 不知道 99%人 不知道中国的中啥意思 您请说 您请说 有人说我们是宇宙中心 我们是世界中心 我说不会吧 我们这会儿还不知道 这个地球呢 中国的中是指中原 我们的中华文明的这种诞生 它是以这个长江和黄河中间这一块 作为发祥地 发源地 所以黄河和长江中间这一块叫中原 就是河南 安徽这一块 所以以此为中 逐渐发展到 扩展到现在这么大一个疆域 所以这叫中国 我们学的黄帝内经 黄帝呢 他的出生地在现在的河南新郑 就郑州旁边 轩辕丘 嗯 鲁迅不是说 我以我血见轩辕吗 嗯 黄帝这个氏主 正好就是在黄河中间这个流域 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 男女的生理变化周期 是以什么 中原地区生活在这一段 温带的人种变化而言 哦 如果您生活在赤道 或者是上次您问我说 这个在这个南亚 只没有四季之分 他们的发育都比较早 你到了这种寒带 这介乎北极圈这一段 他们的生理周期呢 又比这晚 所以我们今天先提啊 我们是指的生活在中国 黄河长江中间 这块流域的人种 为标准来谈他的发育周期 就是那个 那个谁唱的这个 我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长江长城 说的就是黄河长江 中间这一小块地方的人种为标准 对 来谈论这个话题 以后跟人说 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 别老说我们China China 是外国人这么叫 我们中国人的意思 是指中原地区 发想出来的这个文明和人种 所以他讲女子七岁 慎气慎 齿根伐长 还有个问题就是七岁 七岁是多大 七岁 我们举个例子 1990年 就是1月1号出生的一个人 他到哪年是七岁 1998年1月1号 还是1997年1月1号呢 我们记住啊 我们中国人讲的几岁几岁 活人说的都是虚岁 啊 所以按我们现在的十岁 六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七岁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怀胎 中国人认为人的神是 我们说我讲过 我们判断人死活的标准 不是以心跳呼吸 为标准的 对 是你的原神在不在 对 所以人生 作为一个人 你成为人的那一瞬间 是什么 两金相薄位之神 就是父亲的金和母亲的金血 结合的那一瞬间 这个人的神就诞生了 所以从那开始 你就是人了啊 所以怀胎 我们说怀胎十月 差不多三十六周嘛 这已经出生了一会儿 他已经将近一岁了 哦 所以我们说的七岁 是指虚岁 所以女子到了 女孩子到了虚岁六岁 十岁六岁 虚岁七岁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生理的变化 嗯 他的肾气 就是我们长的那个 肾主长经 对 他的肾经呢 就变成了肾气 开始推动 他的生长发育 表现出来外在是什么 现象呢 齿羹发长 对 羹呢 是羹年期的羹 羹换的羹 对对对 什么呢 就是说 女孩子先换羊 嗯 他们刚出生以后 出现了叫乳羊 嗯 你叫奶羊 到了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掉 然后换上了横羊 所以齿羹嘛 哎 这叫开始换牙了 嗯 所以呢 这个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呢 就开始换牙 所谓发长 不是说他以前就是个秃头 是什么 黄毛丫头变成了什么 黑毛丫头 黑毛丫 一头乌发 开始长出来啊 为什么以前是黄毛丫头呢 黄毛丫头就是圣经嘛 我们说圣其华在发 圣经没有推动她的时候呢 她是黄毛丫头 不黑 嗯 圣经一动 这人就乌黑乌黑的 老熬夜 要么就脱头发 要么就头发白 哦 到老年了以后 就是圣经不足了 就一头 鹤发 鹤发童年 鹤就是白鹤 白白 就白头发 哇 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 学者风范的 这个满头白发 其实也应该同情 是不是 阴血不足了 哦 圣经不足了 所以这里面呢 叫女子的变化规律是这样 啊 齿根发长 嗯 另外我们就补充一点 就是说 在我们呃 中医观察的 呃 他的 我们只说他的生理 嗯 我们就 既然是读黄的内经嘛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解释一下 在七岁以前 女孩子虚岁 呃 七岁以前 男孩子 虚岁八岁以前 这些孩子 正常的孩子 没有性别意识 叫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他并不分的是 就是你男的 我是女的 就是一起玩了 对 玩的 非常好 对 就那个时候就充其量 就是那个小女生 把那个男生的裤子脱脱 哎 怎么有个小雀雀 我怎么没有 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羞耻心 没有 没有那种分别心 啊 我们为什么叫 这会儿叫同男同女 就是处于那种懵懂状态 对 还没有性别 没开那个窍 啊 为什么没开窍 圣经 你开哪个窍 他肯定有个气血在推动 啊 但是 但是不是这样的 我我有一个朋友 据说在八岁以前 他那个 就就已经这个 有有懵懂意思了 这就说 开始我们说常态 我们现在说是常态 以后还要说一些病态 啊 也不是三四岁的小朋友 两三岁小朋友 是吧 睡着睡醒觉了 你看他一根小晴天 无欲 那是原阳 无欲 包括很多健康的男人 他早上起来也会有早上勃起 就陈伯伯嘛 啊 你你陈伯伯对 你不能说他就是想什么事了 没事 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反应 所以所以有一些有一些同学 比如说我们一个同龄的同学 是吧 我有一个哥们 他说哎呀 最近身体不太好了 早上都看不见陈伯伯了 哎 这就是一个标志啊 我们中医治疗养伪 就说啊 你们最近夫妻要减少同房 不要同房 治疗 服药期间不要同房 那病人就问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同房 我们就说 你到什么连续三天出现 早晨出现 陈伯的现象以后 你再去同房 这是从他观察 他的一种生理反应 对 所以陈伯伯是非常伟大的一个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叫女子七岁以前 我们是说他没有这种性别意识的啊 但是记住到七岁以后 性别意识就出现分别了 女孩子就不爱跟男孩一块疯一块玩了 开始书小便穿换衣服 去跟自个儿的女孩子 女孩们一块玩了 开始对男人有一种疏远了 哦 这是一个阶段 所以呢 广告回来之后呢 依然和大家再探讨一下 女孩子到二十四岁的时候 又会怎样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辅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广告之后见 继续回来 刚才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女子七岁的时候呢 盛气盛 啊 齿根发长 就是虚岁 七岁的时候呢 这个牙齿开始变了 由黄毛丫头 也要变成了这个黑毛丫头了 但是呢 他是按七年为一个周期的 嗯 皇帝呢 已经认为呢 二七而天鬼字 我一直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啊 二七我们当然知道是十四岁了 对 这个虚岁了 虚岁 天鬼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鬼呢 就是巷子魁的魁 没有那个草花头啊 就下面那个字嘛 对 我们讲天干地支里面 有这种人鬼 对 人鬼呢 在五星里面属水 嗯 其实呢 他只是天赋的一种物质 水嘛 嗯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雌激素 嗯 就到十四岁的时候 没有 这种激素呢 开始呢 就生发 推动 嗯 表现出来的 叫任脉通 对 太充脉胜 越似以食下 表现出来呢 就是首先有这种 阴晶物质的存在 嗯 另外呢 还有一些生理功能的具备 就是经络要通畅 嗯 其实这样 这样任脉要通 太充脉呢 也逐渐壮大 啊 这时候这三个共同作用下 表现出来什么 越是以食下 嗯 就是女孩子开始来历价了 嗯 越是以食下 什么意思呢 按时来 哦 按时来历价 是吧 按时来历价呢 是这样 女人的来历价的标准周期呢 是28天 一个周期 28天 不是以每个月的吗 绝对不是 哦 那这样不就会说我以前一直以为每个月的比如说9号到13号 哎 他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 每个月都要往前标准的话要推两天 提前两天 28天啊 记住 哦 考察一个女人健康不健康 考察她的历价 多少时间来一次 这个很很难考察 28天来一次啊 哦 这个我的我的一个病人人就跟我说哎 我的历价很准 我说你什么 因为我的很多病人他就说我上个月30号 这次还30号 我说你这叫 说就有问题 我只有有一个病人他这么说 我历价很准 他说我上次就礼拜五来的 28天你不是说礼拜五来的吗 嗯 28天他是不是还是礼拜五 哦 人家是这么记的 呵呵呵呵 呀 所以啊 这个所有地方都是有学问 所有地方都是 我们再说一下 这句话非常关键 嗯 这就是几 基本上这句话就概括了女人的 影响女人的这种健康和疾病的 所有他的生理和病理的基础 首先他要有天轨 嗯 就是雌激素 那也不能完全能雌肉鸡蛋 但是他是一种激素 对啊 而且是这种的先天赋予的分泌的一种激素 嗯 首先要天轨 没有天轨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人就可能叫十女 嗯 就一辈子也没有立架 没有女性的第二性征啊 嗯 第二个更重要的条件呢 就是叫认脉通 认脉是哪条脉 哎 这就说中医就是越来越越学就越难了 嗯 他就涉及到很多的经络啊 输血啊 嗯 认脉 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 嗯 就说要打通认多而脉 嗯 对吧 这个认脉呢 呃 他是行走在我们腹部正中的这条经络 对 他属于奇经八脉里面的啊 一个大脉啊 我们先再普及一下知识 嗯 人的身体里面一共有二十条经络 嗯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 这是二条经络分成两组 一组呢 叫十二正经 嗯 正是那个正确的正 嗯 那这十二正经呢 他联系的是我们的脏腹 有六个是属于脏的 有六个是属于腹的 嗯 但他这里面行走的气呢 是什么 我们叫后天之气 就说孩子出生以后 啊 一哭 一呼噜新鲜的空气 一吃奶或者一吃食物 这个空气加上啊 你吃的食物产生的这种能量 嗯 叫气 这个气怎么写呢 上面一个气底下一个米 嗯 那这繁体字 这叫后天之气 是十二正经 嗯 但是人还有另外一套系统走的是先天的元气 它是由你的元经 圣经所化 圣经所化 化成了元气 嗯 然后呢 在身体 它走的路线和方向和我们讲的十二正经完全不一样 哦 它起于哪呢 它起于我们的丹田 就小肚子 嗯 啊 就圣经在丹田里面化生 然后呢 呃 走到人体的体表 这个叫奇经八脉 一共有八条 嗯 因为它不同于那十二正 正的反应词就是基 嗯 我或者我们叫奇 它一共有八条脉 嗯 这八条脉里面最重要的两条 就是任脉和都脉 所以说打通任都二脉 对 我看你做这个中国文化节目 你还是要打通奇经八脉 嗯 这个奇经八脉 它是直接通神的 嗯 它是从丹田画面 你看都脉 它是属于羊 它走在人体的羊面 人体的羊面是哪 羊面是背什么 为什么人是背 据我所知 是因为人从猴子爬着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的背呢 是朝着太阳 对 对 它这个是向阳的叫阳 背阴的就属于阴 对 这个都脉是阳脉 它是呃 热脉和都脉 它共同都是 还有冲脉啊 嗯 就刚才 太冲脉 叫太冲脉胜啊 这三条脉呢 都是从丹田 就是从圣经画出来 然后从会阴 嗯 三条脉出来 会阴是哪呢 就是在肛门和阴道中间 或者是肛门和睾丸中间的那一块 嗯 叫会阴 那有个点啊 有一点 从这出来以后呢 都脉呢 就往后走了 它经过肛门 然后沿着这个尾骨脊椎一直往头上走啊 然后呢 最后止于我们的这个呃 鼻子和牙子 经过鼻子 止于这个唇细带 就是这个牙齐 上牙齐的正中间 啊 就是口唇和这个牙齐有个联系的那个蛋 嗯 这是肛门 对 它还有一些分支啊 比如说肛门在那个命门那 它分出一支 嗯 就走 走到前面的那个生殖器 嗯 肛门还在这个 就是 就是 后呢 就是脖子和脑子接 接触的这个风腐穴这呢 进入脑子里面 嗯 还从百会头顿里面进入脑 就是肚脉 嗯 对女人来讲 对男人来讲 男人属羊 嗯 所以肚脉很重要 啊 我们说这个人 腰杆直不直啊 这个这个 羊的头 还是攻这个腰 是吧 这男人一得病 什么腰椎肩蛮突出啊 什么腰酸腿疼 肚脉有问题 女人来讲叫 韧脉 更重要 这个韧呢 它有这个 跟那个韧身的韧 嗯 一个女字变成 是一个通甲字 它就是指怀孕 就是怀抱的一个东西 嗯 女性主包容 嗯 所以这个韧脉呢 是专门 从这个会音上来以后呢 经过 作为女性来讲 经过她的阴道 嗯 然后呢 沿着 沿着腹部正中线 经过肚脐 嗯 然后一直往上走 它的表面 指于我们的下唇的 口唇的下方 嗯 这个学校成江 但是她还有分支呢 分支以后呢 她就是环绕着口唇 嗯 然后呢 就是往上走 到了眼睛里边 嗯 最后进入脑子 嗯 所以你看这个热脉的血气足不足 你看女人的嘴唇 所以说 有时候这个女人 这个嘴唇很丰满 很 娇严欲低 就会很性感 其实是说 这个人的生殖功能比较好 她有这种怀孕的基础 所以很多女 很多女性 那个一化嘴唇 化口红 绝对是一种 那个浮墙上脸 对 对 她是假装自己 很有怀孕的可能 其实她是没有 所以一看 这个女人的嘴唇 这种比较干裂啊 苍白啊 一看就就是 生育功能有问题 哦 任脉不通啊 所以呢 任脉通了以后呢 也就是说你 你的这个气血足了 圣经足了啊 这就是具备了 怀孕的一个条件 这就是任脉啊 必须要通 嗯 第三个 太冲 冲脉啊 他叫太冲脉 太冲脉呢 又是圣经所画 他走在哪呢 他走的走行呢 他是呃 沿着任脉两侧 嗯 这条半寸 嗯 半寸就离得很近 他从那也是从 婚姻出来往上走 其实走的就是我们 十二正经里面的圣经 嗯 啊 他们俩走是一条线 然后呢 冲脉呢 走到这个胸口这儿呢 散步于胸中 啊 所以这个冲脉 跟女人立架 有关系吧 还跟女人的乳腺 第二性的发育 有直接的关系 嗯 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风胸鲁鲁 我说你找干嘛去 如果一个人的冲脉 气血足的话 他不会担心 第二性征的问题 接着呢 除了散步到胸中以后呢 冲脉还往上走 嗯 他是不是在那个热脉的两边吗 对 他不是走口唇 他是环绕口唇 嗯 就在口唇周围 男人 每个月 他不来立架 他不失血 他的冲脉 气血足 所以男人被冲脉冲到脸上呢 长什么 长胡子 嗯 这个女人如果必经了 不来立架 就气血不往下流 女人他也长胡子 哦 就你老 阿姨也会长 哎 所以望闻问切嘛 病人一进来 我们看这人 他女人怎么长胡子 一问 肯定立架不来 这就是冲脉 啊 你看啊 三个条件 第一要有天轨 嗯 第二呢 热脉是通的 热脉如果不通的话呢 就是呃 这个精气呢 上不到脑子去 嗯 这种我们现在 医学研究 脑子也分泌什么 这个素 那个素的 他也是不具备来立架条件 最关键一点 就是冲脉 为什么叫冲脉呢 他像波浪一样 这个女人来立架 他其实也是个波浪啊 二十八天一个周期 刷 波浪一推 哎 血就下掉了 下来以后呢 那个波浪就退掉了 就缩回去 叫冲脉 哦 还有的女人一来立架 脾气又大 你得软一下啊 为什么呢 那是冲脉来了 哦 传说中的女人立架 心情不好 必须要包容 这是人家有生理 还有的女孩子 要来立架前乳房疼 乳房胀 你想想冲脉 啊 因为冲脉散步于胸中 哎呦 哎 那个学老师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哈 那都是从 从这个自下往上走嘛 就有一些女青年呢 总是喜欢骑自行车 嗯 哇 那不是很 很伤害这个 那个那个冲脉呀 这个什么什么的 事实证明 你看自行车运动员啊 嗯 呃 法国那个 环法自行车赛那个 老拿冠军那个 阿斯特朗 对对对 什么矮 一线矮 什么矮 是一线矮 还是搞完矮 搞完矮 我对女性 是不是影响 是否影响咱们身体 我不知道 我就告诉你 自行车运动员 对身体一大伤害 就是对搞完的伤害 哦 我告诉你 对搞完伤害以后 就跟做太监是一样 太监你看 没胡子 冲脉断了 阉割以后 就冲脉断了 你看那胡子 一下就全没了 所以啊 所以各位骑自行车的朋友 这个平常的 骑着自行车的之后呢 一定要给予四十的按摩 通一通血 否则的话呢 不是 吹吹凉 吹吹凉 因为搞完的温度 必须要低于人的正常体温 哦 所以搞完温度过高 压 老受压迫 穿那种牛仔裤 紧身裤 或者是泡在温泉里面 老不出来 精子成活率 马上下降 对了 所以呢 还有充卖圣的男人 都是连并胡子 我看你好像就是连并胡子 哦 我没有连并胡子 还好 还好 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 大家 我们不是讲女性的 我都讲到我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聊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女子的四期 五期 六期 七期 不同的七年 不同的生命周期 身体变化 心理演变 有何不同 下周六 同一时间 国学堂 梁东 许文斌 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身体太美 哎呀 稍作休息一下呢 马上回来之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啊 这个女子呢 都是按七年 唯一一个周期的 第一个七年的时候呢 就盛气盛啊 此更发展 第二个七年的时候呢 就越是以时下 为什么越是以时下呢 刚才啊 徐老师跟我们讲到了 是因为三条脉 天轨啊 天轨通了 然后任脉也通了 太冲 卖胜了 所以呢 就越是以时下 天轨他不是通了 嗯 他是痣啊 天轨痣啊 太冲 卖胜 然后任脉通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说一下 他正常的应该是这样 那么不正常的呢 是什么样 嗯 说他的病理表现 就说到 刚才说的七岁 换牙的这个事 对 我们发现有的孩子就是出生以后呢 乳牙长得就慢啊 然后呢 说话也慢 走路也慢啊 然后呢 脖子还发软 中医把他这种情况呢 发育不良 先天发育不良 叫五持五软 哪个五啊 一二三四五的五 五持五软 就有五种情况啊 就刚才我罗列 说话啊 爬呀 走路啊 这些生理功能表现出来的发育池 嗯 然后呢 就身体呢 就表现的比较 骨头比较软啊 嗯 这是大 小孩子脑袋显得大 脑袋就支不起来 整天就搭了个脖子 嗯 现在医学管制叫弱智啊 就身身理或者心理都发育不良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一下 他前面说那句话叫肾气胜 嗯 那显然这种孩子就肾气不胜 嗯 啊 他不是没有肾经 我们说肾经都是人的精髓吗 就是人的脑髓啊 脊髓骨髓 他是肾经转化不成肾气 嗯 所以中医用一些温阳 温补肾阳的药物或者方法 帮助他去肾气变得肾了 这时候呢 人就开始这种发育呢 就是回到一种正常的水平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女孩来历价问题 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早熟 一个是来得早 一个来得晚 一个是来得晚 在过去营养不良的那个年代呢 是晚来 嗯 有的到18岁 甚至到将近20岁才来了一家 啊 但现在这个社会属于什么 啊 营养过剩 乱加药物 乱加激素 是各种的那种 卖插牢啊 这样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 导致现代人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小姑娘都是早早就开始来历价了 来历价以后呢 第二性征都开始发育了 我吃最早那个孩子是八岁 就开始来历价 哎 那如果来了 他已经显然已经是来来早了吗 你们怎么把调回去 是不是又可以 说回去以后不来 调不回去 调不回去 已经来了 绝对调不回去 你看这个问题是这样 那能不能说 来一次之后 就先砍住砍住 到了到了十二岁 没戏了 没戏了 就必须要 我也像你这么想过 真的啊 我以为是玩笑 也实践过 事实证明没戏了 嗯 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发现我们就是大学同学啊 我们聚会 同学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 我发现啊 都是一帮小姑娘 只有我们有一个同学的孩子 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样 哎 非常文静 非常羞怯 说出话来 也都是小孩子话 但其他那个同龄的孩子就好像 我觉得就像个小大人 嗯 从身材发育 从说那个话 我觉得太懂事 有点过了 电视看多了 我就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嗯 因为这个小女孩呢 她的 她的父亲 就我同学嘛 她毕业以后 人家没 没当医生 人家去卖药 属于我们同学里面 最早富起来的那一帮人 嗯 她 她呢 是把这个闺女特别当宝贝 她每年 她每次给孩子吃的饭 鸡蛋啊 这些肉啊 她都自个儿开着车 我们都没车 人有车 人去到乡下去 亲自给采办 所以她孩子吃的东西都 不是那种大路货 所以这个饮食 现在对这个人的生理发育的影响 特别大 再加上城市 你我我 你刚才说这个 就是这种电视看多了 嗯 激发人的情欲 本来是这个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时候 她结果就看了那些东西 有点催化 嗯 另外就是一个城市的光污染 嗯 怎么讲光污染 我们这个小孩 你发现没有 白天欢蹦乱跳 不知疲倦 但是呢 一到晚上八九点钟 小孩就打孽 嗯 就开始睡了 嗯 这就是小孩子的生理变化的 这种周期 结果我们现在是什么 点着灯 熬着油 开着灯 看着电视 就小孩子不睡 你看以前给这个 出镜母鸡排卵 嗯 下蛋 嗯 怎么办 在那个鸡舍里面点个大灯泡 照 太不人道了 太不鸡道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 鸡也有道 对 你在那点那个灯的目的 就是什么 人为的制造这种光照时间 就使身体感觉好像一天当两天过 是吧 对 太阳嘛 太阳本来就照十二个小时 结果十个小时 他结果就照那么长时间 小孩子整天那种睡觉吧 然后呢 就再加上熬夜 就给身体一种错误的信号 所以我们的很多父母 让小孩子造这么多灯泡啊 对 绝对就是那些残酷的剥削 吹熟 剥削机的方法 来剥削自己的子女 使他的圣经提前启动 提前耗散 我告诉你 找衰的找熟的人必定找衰 对 而且这种找熟的话 会直接的影响到他以后 智和慧的发育 你比如说他圣经就那么点 他去提前发育了 他的这种生育的功能 他在他起智开会的那个功能 他就稍微稍微要弱一些 所以这对孩子的将来一生 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现在都很后悔 我年轻的时候太早开会了 太早 你都开会了 太早开智了 太早开智了 年纪轻轻的人间说的很聪明 这现在想起来 这绝对不是表扬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一直强调 我说农村的孩子 好像比较自然一点 不受这种城市的这种 饮食啊 光啊 电的污染 对啊 但是我有一个病人呢 就是给我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 他家 他自己孩子在甘肃 本来就是很自然 跟着爷爷奶奶一块生活 但是他那天来着 徐大人给我孩子看看病 我说怎么 才十岁就来了那个月景了 我说这不是农村吗 怎么会这样 看了半天 后来我就仔细问这个病史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这孩子就是跟着爷爷奶奶 属于留守儿童嘛 嗯 他就是喂养有点不当 这孩子有点不吃饭 结果呢 那天村里就来了个走坊那种郎中 就是卖大力丸的 就说哎 我吃我这药 孩子不吃饭 你就吃我这药 结果奶奶就给买了 买了就吃了 那丸药 他就不知道是什么 结果是就是吃完那个丸药 饭倒是能吃了 越越近来了 所以我极度怀疑他那个卖的那个药里面有这种激素 激素的成分 所以你看现在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看的东西 然后呢无形中你睡睡着了那些烂七八糟那些光波电磁波对你的影响 所以都催催的人早早把圣经透支了 所以呀 我觉得说不定啊 人类在这样的重重折磨之下 人类能进步呢 是吧 完全那些蟑螂他怎么活出来的 还不是因为这个经过了种种的那个历练 也许呢我们最后人类能发展出一种特异功能 吸进去的都是汽车尾气 排出来的都是氧气 人人都是净化气 人肉吸尘气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是上古天真论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黄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回来之后呢 仍然是讲的一期二期 现在讲三期 三期胜气平均 故争牙生而长急 还是长急 故争牙生而长急 我想问一下徐老师了 胜气平均 我觉得平均这两个字用得极其精大 什么叫做圣气平均 圣气呢 它开始是推动你的这种生殖功能的发育 就是上帝或者自然造人的一个安排 你自己成熟以后呢 下一个就是繁衍后代了 上帝造成绪 甚至可以让牺牲你 为了繁衍后代把你牺牲掉 对那螳螂是不是 螳螂交配以后 第一件事供螳螂就被吃掉 还有那些大马哈鱼要产卵 就奋不顾身 牺牲自己 就排去千难万险去到河边去产这个卵 其实就是一个制造好的程序 先胜气胜了以后 先发展你的生育功能 然后呢 发展生育功能到一定程度以后 还有额外的 它就云给你身体 其他的肢体啊 器官去生长发育 这叫平均 平均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 针牙生 针牙是什么 就是智齿 就女孩子到了21岁呢 就是智齿开始长了 我听说很多女孩子到现在都没长过自己 那就是肾气不足 还有呢 长疾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到了女子到了21岁 这个人呢就个儿就长到头了 哦 针牙生而长疾的意思 对 长到头了 到了21岁 再不长个儿了 其他还有这个长疾 乳房多大 就多大了 到底是B还是B还是C还是G还是F 所以呢 女孩子想避免做什么 那个那个整形手术 那就在21岁之前 学学养生 学学怎么去通认脉 促进泰冲脉 然后让自己促进自己的乳房发育 过了21岁 那别想了 那会不会有些女性也很担心通过头 哇 那个就是 有的 现在你知道 你知道 有些女同学吗 说她总担心这个跑起步来 学校跑长跑啊 还有减米 对着两个沙包 那很痛苦的事情 她这个长疾呢 就是一个是就是自然的身高 另外就是第二 第二新增的发育 女性第二新增发育 一个是乳房发育 再一个就是骨盆 骨盆 骨盆变宽 古代人形容 中国古代人挑 挑媳妇 她是 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生 对 所以她 所以她有个标准叫 风乳肥臀 莫言一个小说嘛 就是这个小说 风乳肥臀 意思就是说 她的乳房发育比较好 将来喂奶不成问题 第二呢 她骨盆宽 她生育不会难产 因为古代这个 接生技术比较落后 稍微来一个横生 倒产的 本来孩子出生是 头上下出来 结果呢 屁股先露出来 或者胳膊先出来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呢 这个骨盆宽 叫肥臀 那个乳房发育好 叫风乳 所以呢 而且会不会是说 因为这个骨盆比较宽呢 小孩子这里面 长也长得会比较好一点 对 房间比较宽嘛 就把起码三十一厅 对吧 三十一厅 所以她这个 到了二十一岁呢 是出现了这种 生涯 生儿长急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 中医的养生观点 就是说 尽管十四岁 她来立架了 也就是说有排卵了 理论上说 她也可以怀孕了 事实证明 在有些地方 孩子一般 就是她的风俗习惯 就是到十四岁 就可以嫁人了 但是呢 既然我们看到说 到了二十一岁 这个人才生理发育 到了极限 那么理论上讲 她可以生育了 从养生的观点上来讲 她应该用自己的圣经啊 不是去繁衍后代 而是什么 平均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让自己的生理发育的非常好 所以呢 女人二十一岁 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候 最性感的时候 最适合结婚的时候 就是女大学生三年级吗 真的啊 三年级 对吧 大学女生三年级 所以到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不用任何涂脂抹粉 她是最健康 也是最美丽 也是最性感 最有吸引力的时候 这叫二十一岁 那么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呢 中医的养生观点 是女人适宜结婚的 这个年龄 所以对这样的话 母肥子壮 对女人来讲 对孩子来讲 都非常好 非常健康 很可惜的是 现在很多女青年 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 还在考研读博士 所以呢 咱们别笑是吧 这不容易是吧 博士也是一种职业 也是一种追求 但是呢 就是咱们也应该允许 女博士也可以生小孩 对不对 对 现在呢 就是涉及到以后一个问题 我们讲各从其欲 皆得所愿 现在人们就疯狂的压制的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本来的欲望 然后呢 为一种莫名其妙 后天灌输给的一套那种后天的思想去奋斗 奋斗了半天以后 也达到这个目的了 最后发现自己活得很不快乐 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大悲哀 嗯 今天呢 和我们的学老师一起从上古天真论 讲到了这个女女生啊 女同学的这个周西 按七岁来算 讲了一个七 讲了两个七 也讲了三个七 不扭曲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一百二十岁 好 刚才讲到的那个真眼长肌啊 徐老师就讲到 说他说这个呃 长呢 就是各方面的都发育到比较极致了 嗯 长肌身高啊 啊 无论是宽度厚度长度 等等等等 等到一个极点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女子的四七五七六七七 不同的七年 不同的生命周期 身体变化 心理演变有何不同 下周六同一时间 国学堂梁东许文斌 和你一起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 身体太美 关于这个身 真牙长 顾真牙 生而长 及民 还有什么新的东西讲吗 就是说我们碰到了这种情况 就是女孩子 呃 不长志尺 嗯 啊 或者是该来立嫁 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立嫁来得早 嗯 还有很多人困扰了就是 该来立嫁 不来 然后呢 呃 乳腺也不发育 哦 就是女人的第二性 看起来就像个中性人 哦 或者干脆就像个小男生 嗯 还是从我们讲的那三条入手 嗯 一个是什么 天轨要治 嗯 第二个呢 热脉要通 第三个 太充脉要胜 大家记住啊 人的七星八脉 它的起源都在什么 丹田 丹田在哪 丹田在肚脐以下了 对 丹田在你小肚子上 嗯 所以呢 我们看 我观察到我临床看到一些复科的病人 都是什么 小肚子病量 哎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回去摸一下 对啊 自己摸一下 中医没什么太太玄妙的东西 嗯 你拿手摸一下你的小肚子 丹田丹田丹是什么 炼丹 嗯 是吧 你看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那个台上老君用那个八卦炉炼丹 嗯 又红又热啊 火红的丹嘛 就是发红发热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说人的健康都是什么 首先 那个根要健康 那个小肚子一定要是热热的 可是我看到现在很多女孩子呢 莫名其妙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说14岁 嗯 立家来了 嗯 但是这女孩子说 哎呦 明儿我们要上什么行体课 我们要上游泳课 我这个什么大姨妈什么 我要来了 我倒霉了 他们把来立家叫倒霉 嗯 我告诉你 不来立家才叫倒霉 是的 他就采取一个什么招呢 他就头一天 比如他感觉到明天要来立家了 可是明天他要要做那些什么形体游泳课 他今儿晚上他就闹一盆冰水 他把俩脚泡进去 第二天怎么了 肯定不来 肯定不来 第二天还挺高兴 哎呀没来 然后就去干嘛 结果呢 那个寒气啊 那种冰冷的邪气 就从那个脚 这个脚呢 有三条这个 呃 我们讲经脉啊 一个是肝 一个是肾 一个是脾 他都从脚 然后沿着腿的内侧 嗯 到人的 男人还要环绕他的这个 呃 我们叫阴气 就是他的睾丸啊 阴气 女孩子也有阴气 就是他的卵巢和子宫 就寒气全去到那儿 结果就把他冰镇住了 冰镇住以后 他就是不来立架了 结果呢 以后怎么着 极度的痛经 痛经还不错 意思就是说 你的月经 血要出来 但是出不来 但是两个人在斗争 有人干脆就没反应 就什么 从此以后必经 不来立架了 必经以后表现的是什么 嗯 就女人不像女人了 女人开始长胡子了 然后一看一个小女孩 还长了一圈小 只说上面一圈小毛毛 啊 所以这就 马上就是人为的制造疾病 把他人为的这种生理周期 给破坏掉 所以我们中医治疗 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什么 去寒气 去化瘀血 还有的女孩子 是怎么伤到她的月经呢 就是做人流 哦 就是14岁不是 对啊 现在成熟了吧 现在前段时间 广州市有个谈记啊 说这个中学生呢 嗯 这个比例很高啊 每年寒假 暑假 圣诞节 对对对 回来做都有问题啊 然后呢 就是做人流 不管是药物流产 还是人工流产 都要刮工 然后呢 就伤到自己的这个 这种单天之气 我治疗几个不孕症 就是什么 激发性不孕 什么叫激发性不孕呢 就是我以前怀过云 嗯 但是我以前是不想怀 怀上了 嗯 现在呢 经过刮工 或者是药流以后 我想怀 怀不上 其实就是那次 这种流产以后 对她身体 没有经过好的调养 或者流产 造成这种伤害 嗯 造成了这种终身的 这种遗憾 嗯 所以呢 明白了我们女性的变化周期 这是天道 嗯 你应该去做点有德性的事 嗯 所谓就顺应天道的变化 顺应这种自然的变化 你会变得很美 一个女人的丹田 如果是温暖热的话 她的 首先她的第二性征会发育的好 第二 她的脸色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你看有些女青年 为了漂亮 穿这种低胸装 低腰装 那个裤子很低 揉个肚脐眼 打一个环啊 一个铁环 是什么 表面上看呢 好像很性感 实际上呢 绝对是在为未来 你的脸色不好看 长出小胡子 啊 中度没有发育 直接的原因 许多看来不相关的事 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 对 嗯 所以呢 今天呢 非常感谢和我们的后普中医学堂 堂主徐文斌老师呢 一起探讨了上古天真论的一小段 大家呢 要想更多的了解 跟这个徐文斌老师互动交流呢 可以去徐老师的博客 你只要百度一下徐文斌 文呢 是文字的文 斌呢 是呃 兵器的兵 士兵的兵 士兵的兵 偶尔有点闲暇时光的话呢 还可以顺道去一下梁东巴 看一看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上古天真论 国学堂之重新发现 中医太美也特别感谢徐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别客气 再见 再见